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要向马尼拉的华人华商筹款 我都见过穷的 不过他们真穷啊 是真穷 但是这个为什么引起香港人的愤怒 就是说你们的还不但是这个总统不道歉 而且呢还向我们华商筹款赔香港人 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也很不满意菲律宾的做法 但你从他的角度看其实不太难理解 第一他的政府本来就穷 菲律宾 你今天要他政府预留一个款项 预算里面忽然增加一笔 说是要用来赔赏香港人质世界的那些死难家属 他没有这个经费 那他说从钱从哪来呢 那他就想到干脆筹款 那筹款该像谁筹呢 菲律宾有钱的人也的确就是华商华人 那第二这些华人华商也可能比较有厉害关系 如果影响了双方经贸旅游往来的话 现在就是黑色旅游令啊 就香港政府就不让香港人到那旅游啊 然后或者说他们可能比较在乎这种国际观瞻的这些华人 就是在乎华人世界彼此怎么看待 所以我觉得从他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做这个选择不算是很过分 先不说对不对 就你能够理解得了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样的一个方式 但我们香港人呢 或者一般中国人 我们有一些传统的原来的观念 我们有自己的另一套观念 我会觉得你政府做错了事 程序错误了 出了这么大事 犯了这么大错 你道歉就道歉 你如果说菲律宾总统说这个事是当时马尼拉市的问题 跟我无关啊 好那他来道歉 我们突而求其次也就罢 你现在赔款 你不是政府拿钱 你居然还要向老百姓筹款 还要向我们跟我们叫做血脉相连的华人筹款 那就很不像话 但其实我觉得两边的想法 你都想得通理由 这个你讲 我想不通 我是觉得这个阿基诺 就什么阿基诺三世 阿基诺三世 香港的有个受难家属的那个一句话 就这个总统太太经典 太经典 太经典 真是太经典 我是想不通 所以我是讲埃斯特拉的 不是讲总统 马尼拉市长 埃斯特拉还是前总统 是前总统 我觉得他是 要么是非常愚蠢 非常笨 要么是他是精心的把这个东西放在 就是现在他要挑衅中国 他要跟中国为难过不去 根本看不起你香港 这么整套的思路里边 他这个两者可能 从他见梁振英 从他后来说 根本不记得梁振英的名字 从他李克强跟他谈了这个事情 他还说没谈过 你看这整套 这个外交上都很难做 李克强在那里说 跟他讲 要他跟进处理这个事情 那总理跟他讲 你不说香港的外交地位的尴尬 对不对 总理跟他讲 然后他们的报道 他说 我们只是一般的谈起这个事情 没有讲过要 到现在跟进这个事情 那你这种 一个国家的外交 首脑讲过的话 没讲过的话都可以翻脸 所以我觉得他要么是 很无赖 特别进水 脑子特别进水 要么就是特别缓 他基本上是 现在是因为 因为这个美国重返太平洋 要跟中国这个整个包围圈 菲律宾是个马前卒 所以他在黄岩岛 也是不断的起动作 对不对 就是整个他觉得 跟安倍一样 都是他们都觉得 就是他们大概 要是要是极聪明的话 他们大概都相认同 美国智库的那个看法 就是说中国 假如再十年 二十年 他真的综合国力超过美国的话 你再跟中国 再来谈这些事情 是完全没可能了 所以一定要抓住 现在这个时候 至少美国还是老大 我们还在那里蒸蒸 我不知道 总之是我觉得 他脑子进水了 我觉得不是 其实蛮聪明的 因为对菲律宾来讲 当然你可以说 他的表现很低级 比如说说了话 没认错 然后搞一大堆小动作 说什么很难听的话 就很低级 但是整个录像 是非常清晰的 就是吃着你中国 什么叫吃着你中国呢 首先香港这事 他就把他看成是 中国问题的一部分 就扣在一起 那你 北京会不会为了香港人 出头要求更多的东西呢 他就判断是不会 为什么呢 并不是因为 我们全国人民 不在乎香港这几个 死了的人质 而是因为 今天我们知道 东南海域 我们沿海这地方 更大的大局要考虑 而在这个大局上面呢 中国是不可能来应的 他的判断是 你只会想办法 来软化我们 收买我们 或者用别的 很和平的外交途径 我就像李克强去越南 就是好例子 那但是呢 他就在这样的判断底下 他就变成就是 我可以消费你 但你拿我没办法 就我背后是美国 然后呢 我今天就拼命表现你 因为我也 我有求于你什么 军事上 他靠老美啊 但是是不是 他经济上 还是要靠大陆的 也不一定靠那么多 也不是靠那么多 因为他经济太弱 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跟越南不一样 中南半岛国家 跟中国的相互 往来更密切 那么 所以菲律宾 从他的角度来看 我天天消费你 我就拿你开玩笑 我就跟你怎么样 你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你现在比如 华文老的事 你也得 你也不能跟我硬来啊 他就吃醉你不会跟我硬来 他是不是菲律宾国内 也有这么一股势力 觉得你反华 他们就会支持你 他起码要有 所谓民族的面子 他所谓要讲的是 一个这个总统出来说 你看 人家就会说 他有民族气 假如他盗窃 他的政敌就会攻击他们 那么所以你要了解 菲律宾 很多人就比较 为什么当时台湾 对菲律宾 可以那么硬 你记不记得这件事 台湾可以硬的不得了 然后菲律宾 也赶快处理了 对 分别就在哪 分别就在于台湾 被他认为是属于 美国保护这个岛链的 其中另一个人 对不对 他跟台湾吵 得不到美国的支持 这是两 一个老大底下 两个小弟之间的 没错 那要综合起来 他干不过台湾 对 各方面 那赶紧认错 他跟中国的任何的吵 美国都会 犒劳他 美国或许就算不帮他 不出声 至少做后台 他至少觉得 他就等于是那种 就等于是两边老大 在后头瞧着 看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不顺眼 然后前面有些小弟 你瞧什么瞧 吐口水 你说他真敢干吗 他不敢 他在那边配 配完了 回头躲两下 就这一条 所以咱们就看看这个配的 他是这个 这个表情是挺有意思 当年就是这个笑 这个你看 对 在我们的文化里 如果菲律宾道歉 就等同承认国家 政府和人民犯错 他你看说的是文化原因 我还看到一个原因 挺有意思 就是说 这个阿基诺 你看他脑门那么高 也不是个傻子 就是说他为什么不道歉 这个原因倒是让我联想起 这些年国内的很多个道歉 就是现代社会里的道歉 就是这个分析是什么 这个阿基诺三世身边的幕僚 整个一个班子 大部分都是律师 他等于是生活在一个律师班子里 那么在这些人的眼光里 都是法律的眼光 这些眼光里就是道歉 就等于认错 你一道歉 就意味着赔偿 法律上 但是我就看不懂 这明明是错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是看直播 对不对 我们是从他开始发生 多少个小时 就在电视机上一直守着 他当然那个杀手是坏的 那个是恐怖分子 但是他政府的处理 完全是荒唐嘛 这个是对不对 砸玻璃啊 这个事情 他们在处理这个恐怖分子的 这个事情上 他政府当然是有错 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 他要一承认有错呢 法律上讲 那所有的赔偿 他都变成离屈的一方 你知道吗 那他强了 他也可以这种不同的 怎么了 我们砸玻璃怎么了 这就是我们民都文 国家不发达 就是这么反恐的 那你 那就是碰到无赖 那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可以这样逛 也可以这样逛 你可以买这个 也可以买这个 云商苏宁 融合线上线下 创新购物体验 云苏宁 购物界 你看我刚才讲的阿基诺的道歉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因为是法律的 就是说道歉了之后 在法律上意味着这个认错赔偿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我说 我从这能够联想起很多 你比方说前一阵 那个小S 小S就设 他老公涉嫌的那个事 当时这个李敖 大概李敖也是戏言 他就说 就不要道歉 说道歉在法律上 就是认罪 就是以后都很麻烦 你知道我想到 这个咱们内地的一些 这些年的很多事 这个谁啊 纪中兴 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案的这位 现在他这个案子 不是又弄广东省公安厅 说当年他在东莞 到底是打成这样的 还是怎么 他现在又告东莞 对 又什么东莞公安局 有没有立案之类的 你看 这个里边有什么呢 东莞公安局 不是专门跑到他的老家 曾经给了十万块钱吗 你看 那个时候也说 不能道歉 我们这是救助 你必须签字画押 我可不是给你赔礼道歉 我这是看你可怜 我帮助你 因为什么呢 你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法律上讲 如果我公安局今天说 对不起 我给您十万 他顺手在法律上 确实是可以 那就意味着你认 你这么 前一阵很多人骂这个孟哥 我认为有过分的地方 就比方说 就说是两个在打着官司的时候 这个一般的意见 就是说 你作为名人 这个又是母亲 对吧 你为什么不道歉呢 你儿子干下如此行为 你为什么不道歉呢 你为什么还到处为儿子声张 这么给儿子脱罪 你看 这就是一个我就说的 有时候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 他不能混在一茬 就像我原来说的 两家小孩 如果打起来了 如果咱们没上法庭的时候 道歉是很容易的 包括咱们办公室 我说的话 对不起文道 我给你道歉 这很容易 可是如果文道到法庭起诉我了 在法律上一来 我就不敢轻易给你道歉 因为我这一道歉 那在法律上就意味着 我要承受不了的赔偿 可能就会出现了 那当然我完全明白 你比如说像孟哥那个例子 我当时也觉得他的做法 理论上是没错的 其实 你可能看不起 但理论上他没有错 理论没错 因为法庭一日未判 他儿子还不叫做有罪 对 但是我想说呢 外交场合不是这样 因为在外交场合里面 道歉有很多层次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日本 其实理论上 连安倍都跟中国人道过歉 那你看你怎么来理解道歉 你比如说 对于有香港人死在 这个人质事件里面 我们觉得非常的遗憾 我们对那些死难者的家属 自己深切的同情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事情里面 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再检讨的 当时有些做得不够完善 这么讲 但是他这整句话里面 没有说过一句 对不起 道歉 那你说这叫不叫道歉 就道歉有很多层级 尤其在外交场合 非常多 所以他其实有很多 很丰富的选择可以使用 很多工具 但是我觉得 他们都没有用 对 然后到了最后 他说这是菲律宾文化 这是一个自我的丑化 或者自我东方化 叫做 什么意思呢 就菲律宾怎么会没有道歉文化 他们国父黎萨都跟人家道歉过 就所以说 一些小事 我那时候看黎萨的一个 一个关系他小说写的 所以这不可能没有道歉 所以他是故意的用这一点来说 你看我们文化 让我们就是不道歉 这是相当于挑衅 其实说难听一点 他不是不道歉 他是挑衅 而且你看那个梁振英 他们去 他让他们坐的这个位置没有 你看 你看到那个 对对对对 三个人坐一个三人沙发 对 他坐在主席 而且那个 坐中间呢 还是那个 潘杰做副局长时候的 那个环境局长 所以香港很多媒体就说是梁振英被耍弄了 对 阿尔基诺很傲慢 对对 我觉得是被耍弄 因为后来连唐英年都这个前他的对手啊 都说这个梁振英可能不够经验啊 可以做的再好点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底下 这个国际地位很奇特 你知道吗 就理论上 我们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底下一个行政 特别行政区 但是在某些国际场合国际组织里面 香港的特首 他有一种超乎一般的地方行政首长的待遇 他跟国家有所在一起排队 是可以坐在一起像A排就是 对对 又或者说是像 在一些国际上的一些财经会议里面 比如说我们的财政司 盛林共跟美国财政部长是平起平坐的 所以在那个场合底下 理论上梁振英是可以 尤其他是开A排的 他是应该是 我们见过最典型的那种那种照片 就是两个单人沙发 对 然后两边才是别的官员 你人民大会堂 你不是常常看到吗 两个单人沙发 哪有主人做一个单人沙发 让另外三个人 这像领导人接见属下 你说就算我们自己在家里 你有一个三人沙发 你也不会让人家三个人挤在一起坐 对对不对 除非你这故意想吃豆腐 否则的话你也是让他两个人坐 你三个人那个挤在那个 所以梁振英在 而且最妙的是 事后他叫什么名字都忘了 他这个时候sorry 他道歉了 那个那个阿基诺 他道歉文化 他道歉文化来了 对不起我忘了他名字了 天哪 这么样的污辱 我们两个人 而且这两个地方妙得很 菲林宾是美国殖民地 香港以前是英国殖民地 对不对香港大概是殖民地文化里边 算是殖民的比较好的 那个那个是个最差的殖民地 菲林宾很特别 咱们这个不应该派梁振英去 应该派李小龙去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哥 哥 这几十万 我就周转几天 你知道的呀 我最想吸引了 做生意 信用好就能带 何必要求人 周航生意带 带来好生意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雪 彩无极之水 配软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东风雪铁龙 舒适 时尚 科技 Citroën Creative Technology 我很爱道歉 就是包括 真的 我也不是说美的 我道歉都不值钱 因为你不打官司 就是 就像我们广东人的话 Gong sorry Don't say Sang chau 对对对 我哪怕是就说 就骂了我的这个下级 是吧 只要我晚半夜里想起来了 我就要打电话 我跟他道歉 对吧 但是因为我生活在一个 较为封闭的圈子 你看咱们也曾经聊过 为什么这个北京人 或者说内地人 包括这个 你们这个文人之间争论起来 他或者抄袭 或者这种问题 学者 为什么这么不爱道歉 甚至就是最多 我就梗着脖子 我不吭声 我也不道歉 包括有些时候 一些民间艺人 我们会看到 他就是不能道歉 我后来慢慢发现 生存环境不一样 爱道歉 像我这样 是生存在一个 较为文明的环境里的人 你知道要是在 聪林世界 就是在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 这个关系 非常恶 非常野蛮的社会里 你这一道歉 你就衰到底了 你知道吗 他意味着一个人气势 他的气势衰了 这一衰 我甚至有时候想到文革 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人斗人的这种 这种经验 还是一种 一种遗存 一直到今天 比如一个学者 你要一道歉 接下来出现的事情 可能就不是道歉 那么简单 你就衰到底了 你知道吗 你完全就是 你这杆大旗啊 就倒了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看你什么事情 因为有的不道歉 是因为比方 博士论文 抄袭 这种是核心价值 对不对 这只是一个人的核心价值 这千万不能道歉 你道歉 你就完了 那就好像一个 一个政治家 说你要对多少万人的死亡负责任 你这种事情 绝对不能道歉 还有一种的是你讲 就是政治斗争啊 两个人其实比一个气 就是在一个事情上 就是一个气头 就是有点像街坊吵架 谁说最后一句 对不对 明明吵得差不多 没什么 但是你说最后一句的这个人 总是好像神奇一点 对不对 没说最后一句的人就气不过 那是气头 那是气头 我觉得这个是两种不同的性质 我觉得其实 这几个圈子都完全不一样 但你刚才讲那种 特别原始丛林那个状态 今天中国很多圈子 都有这个状态 这个状态奇怪 你刚才讲气啊 你说怕一道歉 这个气就弱了 就没气 但是这气场是有很多种的 一个人有一些 有一种气场是这样 气场很强大 但他正要可以谈笑自若的道歉 而他道歉完之后 人家也不觉得那是多大的问题 其实这种人也一样 可以当很了不起的人物 可以做领导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通常 只选择了另外一种 就是很傲慢的 盛气凌人的那种气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我们看看中国古代到现在 我们认识的一些的 知道的一些重要人物 你比如说 你觉得刘邦会道歉吗 我觉得他会道歉 有可能 唐太宗会道歉吗 他也很有可能 也会一定会道歉 什么人不会道歉呢 我们想想看 可能陈秦斯汉不会道歉 可能秦始华不会道歉 所以你看到是道歉的人 也可以是个很厉害的皇帝领导 不道歉的人 也可以是个皇帝领导 但他们气是不同的 一个是王道 一个是霸道 我们今天只倾向一种霸气 我们今天你看 说人气场强 最爱说就是这个人有霸气 有时候还有讲话的技巧 比方我最近在看 66年10月20几号 毛泽东的一个讲话 他是说 刘少奇同志犯错 邓小平同志犯错 中央也有责任吗 你看他这个话 算是道歉的 他听上去很谦虚 中央也这样 不能单怪他们 你看 所以这个就王者的道歉 听上去好像承担责任 其实就把他们打倒 我就觉得这个道歉这件事 挺有意思 你看 比如说你说这个道歉 像喝茶一样容易 英语里就是这样 你看咱去外国 他们简直随时 跟你碰了一下 他就笨 但他英语里面 级别不一样 sorry跟apologize 还是不一样 有分别 还有中国人 日常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你们感受怎么样 道歉是白道的 你要是跟家里的人 你一件事情吵起来了 然后你道歉了 不仅没效果 反而对方加紧进攻 没有人因为你说 亲人之间 没有人因为你说 我对不起 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对 他就会原谅你的 没有这回事的 徐老师 这是你的家庭经验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觉得这蛮常见 就是我们的道歉文化 的确有点不一样 就道歉是没有文化分别 就每个文化都有道歉 但是道歉 围绕着道歉的 一连串的反应 态度 我们的道歉是认错 接着为您播出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